今天好像可以分享一些 对于你们成长跟过去还蛮有意义的物品 首先呢我们就先请静华来分享一下 好 我要分享一张照片 因为我刚才有提到的就是我有三个姐姐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去夏天去玩水的照片 这时候我妹妹好像还很小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因为我从小跟我三个姐姐的感情很好 因为我很皮又不爱念书了 小时候的时候很常回家就被爸爸打 就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 这三个人会一直保护我 可能三姐先出来先挡第一个哨把 对 第一个哨把的第一下 然后被打完之后在旁边哭 然后第二个就冲出来 他好像劣势一般的在保护你 对对对对 没有因为我是先被打完 我先被打完 可是我爸还是要继续打 这时候我姐姐就会跳出来 这蛮八点档的 导演这是很八点档的那种剧情 在他们家上面 我的画面也是这样 就说三人包着他 不要再打他 对 姐姐多有个好处 就是说 姐姐的男朋友们通常都要对你很好 你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呃 我姐姐的男朋友 贿赂你 都要经过我这关 哦 那你会建立什么关卡 或者是让这些 就是 我姐姐如果交了一个男朋友 我不喜欢的话 我就会私下跟我姐说 拜托你赶紧换一个 这个人不好 就是我男生我看得出来 你的判别标准是什么 是觉得他花式还是人品 嗯 或者不会很久 不知道有时候就是一个 直觉 相处起来的 对 就是看他的 男人可以看透男人 一个感觉 他们会听你的吗 会啊会啊 哦 真的很爱 像我大姐姐就是 我大姐就是 现在的男朋友就是 我自己很喜欢 然后他追了我大姐很久 然后我就跟她说 这个男生 很OK 他那时候有一个前男友 但我跟她说 你前男友真的不好 前男友看了节目之后 就说 曾静华你给我记住 你要分享一下 我吗 对 好 我就比较可怜 我没有姐姐 也没有妹妹 就我一个人 就是 我跟我奶奶的照片 我从小就是被我奶奶带大的 我奶奶带我去 各个地方玩 什么西头啦 什么蝙蝠洞 然后这里有一张 当是我高中的时候 就是拍这个电影的 这个当下 就是那个年代 1987年那个时候 其实有点像曾静华 有有一点 就是那个头发剔出来 有有一点 我觉得你的眉毛跟卧彩很好看 谢谢 我的物品今天就带在身上 就是这支手表 哦 对 这支是我小时候 呃 幼稚园的 安清班 安清班的英文老师他送 哇 然后 现在还戴得下 对 我因为我长大之后 其实他戴不下 但是我刻意为了收藏他 我 去把夹多长 多一多节表带 这样子 然后他是 对我来说 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刻 就是 小时候我跟静华一样 就是很皮 然后我不喜欢 待在学校 每天就想打球 然后想往外跑 那他 所以很多老师都会觉得 我很 很皮很坏 就是坏小孩这样 但是 就只有 这个老师 他没有在我身上贴任何标签 并且他告诉我说 其实 你反而要感谢你的皮 就是因为你的皮 还有你的这些 小点子 会让你将来 有很多珍贵的宝藏 所以 它是我很重要的东西 是 谢谢你的分享 因为其实真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或许就会有那么一位 有这样的一个人 在你心中 他可能不是 只是男女感情 或者是爱情这件事情 但他是对你的日后 会影响得非常